江蘇省衛生廳在網頁發新聞稿 指4名最新感染H7N9禽流感的患者 包括三男一女 年齡介乎32至83歲 來自南京、蘇州、毛石及宿千市 4人都分別在3月19至21日期間 開始發燒、情況危重、留院接受治療 其中一個45歲的女患者來自南京 從事陶載家禽工作 他亦是較早前網上流傳疑似個案的同一個人 衛生廳說暫時未發現4宗病例存在流行病學關聯 另外上海市政府召開記者會 宣布即日起啟動流感流行應急預案3級響應 通報疫情進展 對於上海較早前有2人感染H7N9禽流感死亡 市疾控中心主任吳凡說 兩宗死亡個案的感染時間不一樣 排除在醫院內染病的可能 有記者問有沒有隱瞞病情 吳凡則說二十多天後才公布 是因為H7N9是新型病毒 檢測不明病原困難需要一段時間 至於有網民懷疑 人類感染H7N9禽流感 可能和上個月萬多隻死豬浮屍黃暴江上有關 市疾控中心指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死豬是病毒源頭 又說民眾可以放心食用豬肉和雞肉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漢文報導